下面开始回答问题了,好吧 师父您好 师父,弟子向您请安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和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位隆天护法及护法神菩萨 感恩各位法师,感恩各位佛友们,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英国共修组向师父 开示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退转的定义 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同修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念经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放弃了 现在呢,这位新的同修想重新要修心灵法门 那么同修想问 是不是一定要需要念108遍的礼佛 这个108遍的礼佛是不是要念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把其他的功课先停止 专注念完了以后才继续念其他的功课 比如大悲哲和信经 还有呢,师兄说 有的师兄说如果不念完108遍的礼佛的话 念其他经文或小房子是无效的 那么如果是小同修小孩的处理方法 是不是也是一样 是不是可以用欺佛灭罪真言来代替礼佛大忏悔文 那么多大年龄的小孩 再讲下去好了 我知道问题比较长,对不起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关于一个退转 然后重新回来以后 是不是怎么样就是可以请求菩萨的原谅 其实像这种事情 不要随随便便说人家退转 因为人家试试看很正常的 对不对啊 不学也是很正常 只要他不要绑佛 不要说人家不好 他今天他不修了 对不对啊 他过两天再来修 他也是个同修嘛 对不对啊 他只要今天修了就很好 他不要出去绑佛骂就可以了 他不要骂师父啊 这个不尊师重道啊 对不对啊 然后呢不要骂法门 也不要骂菩萨 这样就可以了 他最近很忙 他不愿意修了 也可以 那过一段时间 或者他觉得 哎呀我应该修了 我觉得心理法门很好啊 来了一切随缘嘛 这应该不属于这个退转的定义当中 如果他出去之后 拼命地骂造口业了 那这个所以退转了 好的 那就是是不是需要念108遍的礼佛 然后这样重新回来 是不是 如果他自己有心要念的话 完全可以 如果他自己没有觉得他退转 我觉得他只要好好的修 菩萨也会原谅他 那小孩的话是不是可以 一样 免欺佛灭这真言来代表 一样 好的 师父教你讲话 以后讲话要 不能讲话这么快 这么快 人家老板不喜欢的 听得懂吗 听得 人家还没讲完了 你爬一下跟进去 一句话讲完了 爬一下跟进去 这样不好 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不能打时间差的 就比方说你打篮球 打排球啊 一个噗一下过来 噗 噗 所以有个过程的 对不对啊 打时间差的就是 噗 噗 说不话还没讲完了 你啪 啪 给人家鼓掌的机会 都不给人家 你知道鼓掌叫互动 你听得懂吗 鼓掌就是吸收能量 一鼓掌浑身会热的 但狮子连心的 尤其我们鼓的是好掌 对不对啊 师父说得非常对 我平时在工作中也是 就就就 跟老公也是讲话 你说人家血压会升高的 小丫头啊 都人不能不给人家空间的 我刚刚在讲空间 讲话要给人家空间 你比方说 你是一个好的演讲者 你必须听人家讲 你看师父 你在讲的时候 我一句话都不讲 而且呢 现在教你 你不要有面子 你如果今天我在讲你 你看看别人就觉得 人家会对我怎么样 记住了 不管别人 你就好好地改自己毛病 有什么别人不别人 大家都是过路客 有本事 不争天下人间事 好好地看看 谁能天上菩萨行 该师父 什么面子 听得懂吗 听懂 又听得长了一点了 可以讲吗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念念无念 具体是怎么样的概念 如何知道自己 到底是能够做到念念无念 还是念经时 思想不集中 明明嘴巴在念经 而思想却不在经文上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这个叫念念无念 好像念了又好像没念 实际上这个是一种理解的 理解的方式不同 实际上念念无念 就是这个念头 好像有好像没有 实际上已经进入你的八十天中了 听得懂吗 自然出来的念经 念念无念 没有念头了 有什么念头啊 你比方做一件好事 妈妈天天在家里给孩子做菜 她会有想到我在做菜吗 我为孩子在做工事 在做善事吗 她已经没有这感觉 她就知道我在做 就像我们念经一样 念到后来已经没感觉 你看我们现在碰到什么事情 飞机一抖动 马上 念念无念了 就用不着说 现在飞机抖动了 请大家 人家飞机上的人 是绑好保险带 我们请学佛的人 一起开始念大悲众 用不着讲的 脑子里一抖动 马上 对不对啊 念念无念 自然的出来了 做好事 根本用不着别人讲的 自己就出来了 听得懂吗 念念无念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四不知必开始 肩团字全部倒掉了 讲下去吧 第三个问题 同修平时做功课 一般不会安排准提神咒 除了三大禁闻之外 会念解节咒 往生咒 消灾吉祥神咒 同修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希望某件事情 能够如愿 念了这些经文 可以解决一些 根本的问题 因为师父曾经开始过 很多业障 是因为吃了太多 活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恶缘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就是平时 不一定需要念准提神咒 如果求一件事情的话 也可以就是 心想事成 是不是这样理解 我看你思路有点紊乱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准提神咒 其实准提神咒 也是对某一件事情的 一种 一种 我们说一种 怎么讲呢 求菩萨化解你这种灾难 化解你一个麻烦 实际上任何求也好 就是求菩萨 就是求自己呀 你很多人 你比方说这件事情 家庭事情搞不定了 吵得一塌糊涂了 跑到那里 菩萨一跪跪在那里 菩萨没跟你讲话 对不对呀 对不对呀 他没跟你讲话 你求菩萨求 为什么会解决呢 因为你求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我是菩萨 我不应该吵架 这个事情我应该冷静 学佛的人怎么可以这样 说不定菩萨会帮我的 明天会好起来的 我的妻子会原谅我的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你自己内心 八十天中产生出来的 来解决你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你自己 在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菩萨说 求人不如求己呀 求佛还是求自己呀 因为你是未来佛 你有本性佛在里面的嘛 你有智慧 只是在争吵的一刹那 你成为一个人 而没成为一个佛 所以菩萨就是让你在佛的面前 让你回归本性 让你知道你是一个佛 你不应该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么你理解了 开悟了 你求完之后 好像你是求了菩萨 其实你是自己解脱开悟了呀 明白 感恩师父 当然了 在你求的当中 菩萨一定会帮你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名字的问题 一般如果一个人的名字 已经叫了几十年或十几年后 就会有灵动性 三个月到一百天 灵动性就会出来 那么有关师兄两个字 因为现在我们一般师兄见面 一直称为师兄这个称呼 长期一直叫师兄 那这个 这个 这个佛 对不起 同学名字 师兄会不会也又会灵动性 你的师兄你知道灵动性大不大了 当然有灵动性了 你一叫师兄呢 天上菩萨都来了 为什么一叫师兄菩萨来 西修菩萨里边 一叫大师兄 二师兄 灵动性来了吧 菩萨就来了呀 叫师兄嘛就 有护法声来帮你了呀 如果你能做一个动作 那就更好 师兄 感受不了 要锻炼自己讲话的能力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中国的传统长寿面 越长越好 如果下面条的时候 面条太长 是否可以把面条折断 这样在玄学上 不能解断 下多长就得吃多长 到了嘴巴里不能嚼的 因为一嚼的断了 长寿面怎么可以这样 直接吞下去 知道了吗 以后吃床上面 这边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那么英国共修祖的问题问完了 你们以后吃长寿面的时候 叫我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 全部关完了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感恩观世音菩萨 讲话要慢一点 听得懂吗 小丫头 心可以急 嘴巴出来要慢 听得懂吗 心要冷静 一个人有修养的人 不管心里有多少 能够装多少 雄才大略 一个人的精神经历 什么都可以装 但是呢 嘴巴出来 要问扎问打 步步为营 一句 一句 就这么讲给别人听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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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大师兄 大师兄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感恩 大慈大悲的 卢君红台长 师父 感恩尊敬的法师 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弟子代表加拿大蒙特利尔工修组 提问四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始 问题一 同修工作环境大多是西人 关系比较近的西人同事了解同修是信佛的 也收下同修发过的相关法门介绍资料 同事们很开通 尊重同修信仰 但是有些没有信仰的同事 感觉同修红法过于认真投入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同修是否要保持低调 如何把握好在工作环境中红法度人的尺度 要看的呀 你要看有缘分的呀 听得懂吗 你觉得这个人可以接受 你当然可以很认真跟他多讲啊 你看这个人不愿意接受 你跟他多讲 你不是太过认真了吗 对不对呀 并不是说认真不认真 红法一定要认真的 不认真 你自己都不认真 人家怎么会认真呢 对不对呀 只是说不要太执着 因为他不相信 你拼命的去跟他讲啊讲啊 那这样会造成反面效果 明白了吗 你有多少肚子 你吃多少东西呀 对不对呀 根据情况 要随缘的呀 你有多少肚子 你才能吃多少面条啊 你有多少长的喉咙才能吞多少长的长寿面呢 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问题二 同修所在城市中国人非常少 当地的华人聚会大多是节日期间在餐厅里聚餐 比如中秋节和春节等 中国人也只是在聚餐活动时才能够看到 同修想问是否可以利用华人聚餐时间在餐厅外面摆摊护法 或者不摆摊 只是站在门口给进入餐厅的华人 华人报纸有个了啊 没有 对不起 蒙特利尔这个城市有华人报纸 那你为什么不能做点小广告了 等一个 对不对呀 你想学佛吗 你想改变你的家庭状况吗 你想让你的孩子变得比较更有智慧吗 希望你能够学佛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跟我们这个工学会打个电话 我们会跟你做些解释 都可以的吗 用不着人家在聚会的时候 你跑到去门口就弄个摊儿 像什么样啊 对不对呀 怪怪的 做广告嘛 那缘分有了就过来了嘛 缘分没有也无所谓嘛 对不对呀 小丫头啊 华人多 华人少 用心最好 明白了吗 只要用心都能度到别人 我们西人也能 朋友也能度到啊 很多西人上辈子都是中国人啊 所以他们对中国人的文化啊 特别感兴趣啊 包括对中国人的菜啊 洋茶啊 他们都很喜欢啊 所以你跟他讲文化 他也很喜欢啊 对不对呀 感恩师傅 慈悲开始 问题三 同修经常去本地的中国超市摆摊红法 见过面的中国人几乎都发鬼过传单 现在摆胎时 越来越多的西人来结缘法语资料 由于语言有限 很难跟进西人 请师父开始对于度西人学佛 我们应该怎么掌握什么样的尺度 西人的吧 西人很简单了 随缘度众啊 他们哪方面有兴趣就跟他们讲哪方面呢 他们比方说对师父看图腾有兴趣 就放图腾的给他看啊 对不对呀 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是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 慢慢地对佛法去研究了 我们反正有师父的佛言佛语了 还有白话佛法了 有英文版的给他们看呀 看了之后他们会有兴趣的啊 对不对呀 我们的信物法师跟着师父五六年了 最后他悟道了 他就出家了 他开始的时候跟你们一样是同修嘛 对不对呀 人家可是个大学的教授啊 对不对呀 所以不容易呀 那也是西人嘛 所以要有信心啊 只要是能够接受佛法的人 我们都要把他视为未来佛 都要好好地去度他 帮助他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问题四 共修主有几位女同修都面临同样的情况 跟家人其他方面沟通没有问题 双方也很体谅 但一旦涉及信仰问题 先生非常抵触同修学佛 阻碍同修外出弘法 觉得同修在信仰上投入过多 对家庭投入不够 同修一直在给先生念解节奏化解怨节的小房子 请问对于不信佛的家人 我们应该如何随缘 实在度化不了 阻碍太大 是否应该放弃 正聪明哦 学佛就放弃啊 有家就放弃啊 我告诉你 就是自己没做好人 没有好好地学像菩萨一样 你有本事呢 你家里事情干完了 早时间 晚上睡得少一点 白天睡少一点 早点起来 不要耽误家里 你做得像菩萨一样 你先生就服 嘴巴们要骂人 要讲 做没不肯做 动不动 我出去要度人了 家里不管 你说说看 先生怎么会对你会有好处啊 好看啊 那当然他觉得对法门都有意见了 听得懂吗 你有本事呢 你少睡觉呢 家里事情全部做好了 让先生心服口服 自己在念经 学佛 他就把你成为佛了 把你成为菩萨了 他打你 你不讲话 骂你 你不还口 成功了 是这样的呀 跟先生吵架 我要学佛 我不干活了 你不干活 你罢工 你老公是老板的 家里不就闹事了 那你让他闹事 嘴巴里讲 不好的话 你不是在替他造口业啊 所以要懂得啊 先生对你有意见 就是你不像菩萨 你像了菩萨了 他就服了 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最后一个问题 莫特利尔工修组 打算设立观音堂 请问师傅 应该在 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赶快去找啊 因为你要记住 有一个观音堂的话 很多戏人也会来 华人也会来 你可以搞聚餐啊 素食餐 免费供应啊 你不是把华人就找来了 他们到外面的饭店 去吃饭 他们要花钱的 当然不去了 到你这里来 不要花钱的 人家来看看不可以啊 拜拜 佛们就拜拜了 拜完之后可以吃 吃一次 很开心 拜拜 吃两次拜拜 吃三次拜拜 第四次不吃了就来拜了 要有信心啊 听得懂吗 要有妙法的 菩萨救人 全部有妙法的 师父的妙法是什么 看图腾啊 我又不是为了 真的让你们每个人 整天来找我看图腾 我现在一千万人 我不要看死的 我就是让你们看图腾之后 让你们信佛呀 让你们自己来救自己呀 念经了之后 就自己救自己了呀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开始来的时候 听说这炉台长 会看图腾 很准的 他们才来的 对不对呀 没法复明白了 请师父 慈悲开始 往哪个方向找 执着不执着 蒙特利亚 我们这里要在加拿大的 在加拿大的哪里了 在加拿大的东北部 离多伦多 大概有七个小时的路从 东北 离温哥华更远 离温哥华更远 都可以呀 往左面好了 往左面 往东 北 好 过去一点点就有了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靠近 你们这里有个 我刚刚看 好像有一块 小的聚集地方 好像像小唐人街一样的 有 这个 到了这个唐人街 再往北一点点 有个地方 好像片上有好几个 开诊所的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蒙特利尔工修组 预祝纽约大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 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和 隆天护法 感恩师慈悟 如君弘台长 感恩法师们 感恩全世界的 义工们 感恩佛友们 地址代表 沙迦缅度 公修组 提问 以下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沙迦缅度 哪里了 沙迦缅度 是在 加州的北边 是在 美国的 是在加州的首府 首府 像这种孩子 英文肯定比中文好 也不容易的 能够讲到这里了 首府变成首富了 对不起 没关系 第一个问题 如果发愿 从此 清修和 一事修成 但到生命尽头时 由于 业障重 还是算不了天堂 这算不算违愿 会受惩罚吗 不会 上不了天堂 也下不了地狱 听得懂吧 听得懂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同修们 一起去红法 平摊车费 按照收据 每人收费 给加油和订车的同修 请师父 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否可以 两三个人见证吧 好吧 两三个人见证 好吧 不要一个人坐 你们刚刚开始 不容易 对不对啊 叫杀什么 他叫 杀家免渡 所以你看免渡 那里的人 全部不要渡了呢 全部免渡了 直接就开悟了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你是 小丫头 你是出生在那里的 不是 不是的 你这个 要记住了 开始的时候比较难 时间长了 就好了 你如果能够 渡到几个 比较经济上 比较宽裕的人 他们愿意做点功德 大家也不要拿出来 什么车费去 渡人的时候分了 就有人会做功德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祝十月十四日的 纽约万人返会 圆满成功 感恩大家 这些孩子 能够中文讲成这样 已经不容易了 真的 师父你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郎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十方 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 感恩前来助援的佛友们 法师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弟子代表芬南共修祖 请师父 开始三个问题 问题一 观音堂义工 只有一位或者两位时 在佛菩萨圣诞日 可否上投降 可以啊 可以啊 用心就可以 你在家里不就是一位两位吗 感恩师父 为什么不可以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那有的庙里边 法师很少的 他们也是很安静的 在上投降啊 对不对啊 感恩 问题二 师父开示过小房子 放在观体菩萨旁边比较好 那么劝导僧文 放到哪个菩萨旁边 你劝谁啊 这是同学问的 劝导僧文啊 其实就是说你拜完菩萨之后 你放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放在前面也可以的 只是人家在拜的时候 你就不要放在前面 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 在家里都可以放在那个佛台上 最好放的时候呢 是香还在的时候 明白吗 香烧完了就把它收掉 就是在家里 但是如果在观音堂 一样 一样 所以在观音堂必须续香的 香不能说烧完了就没了 要一直一根一根不停的续的 值班的人就要续香 听得懂吗 照一根就可以了 一心一意嘛 一门精进嘛 就一嘛 所以一支香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三支香吧也好 供养佛法生三宝啊 明白了吗 明白 都有讲法的 明白吗 你好啊 好久没看见你了 我们芬兰啊 大麦的 感恩师父 问题三 有同修闹离婚 有家暴 身边没有家人和朋友帮忙 我们佛友应该怎么帮忙 而不动起因果 能帮他找避难所 和处理离婚程序吗 有家暴 是的 家暴还有什么 吵架 吵架 这个当然不好了 你要是如理如法 怎么先叫他念经呀 他也在念经 也在 如果家暴的话 我们赶快逃走了呀 就是能帮他找避难所吗 当然啦 被他打 现在家里被他打 没办法的呀 暂时他先生 这种事已经不是说 是正常的一种思维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嫁给他 也不是卖给他了 对不对呀 你就卖给他 你也不能打 对不对呀 当然可以呀 家暴就要找个避难所 那处理离婚程序了 处理离婚程序 就找处理离婚程序的地方去处理呀 你们就不要处理了 你们可以帮他找避难所吗 然后帮他念经啦 菩萨保佑啦 让他先生不要再打他啦 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 这个就帮他找到 找到专门处理这种事情的人 让人家来处理就好了 你的公修会 又不是专门去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啦 处理离婚的话 当然有业障的 劝何不劝离的 对不对呀 实在不行的话 你也只能放弃呀 他一定要怎么样 你只能说我随缘啦 你也不能说 我要跟你 怎么样啊 不能说离婚啦 离婚不好啊 明白吗 明白 当然懂因果啦 他自己肚子里最清楚啦 他愿意不愿意 跟着他先生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的问题问完了 玉竹明天的 后天 明天的拜师 后天的大法会 要学会锻炼 你们这些孩子都很老实 很纯洁 所以有时候出来让你们讲讲 就是锻炼自己的胆量啦 意志啦 思维啦 都要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都要有一种意志 师父都要全方位培养你们的 以后出去演讲 你以后出去跟人家 度人的时候 你这么雀场 怎么行啊 话都不会问 你怎么去跟人家讲啊 要胆子大跟人家讲的 明白了吗 重新讲 玉竹 后天的 纽约万人大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和隆天护法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恩师台长师父 感恩尊敬的法师们 感恩各位义工 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美国阿拉巴马 周公修组 向师父提 请师父慈悲开始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拜师的时候 请问师父 把所有的弟子 拖出六道 种下莲花 还是根据每个弟子的根基 与业障的不同 拖到弟子本身 可以到达的境界高度呢 感恩师父 境界不够 拖上去会掉下来的 境界够了 拖上去就上去了 拖上去只是 并不是一个你的真生 听得懂吗 就是给你种了一个根 种了一个莲花的根 明白了吗 明白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莲花在天上 如果你在人间做好事 莲花越开越大 如果你在人间做坏事 它莲花会萎缩 最后会掉下来的 明白了吗 感受了 所以只是一种 给你种上去 但是并不代表 你完全人就上去了 这是以后你回到天上 有这么一个根基 实际上就像报名一样 报了个名 听得懂了吗 明白 人家一查 哦 有这么个人 像报户口一样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天上有你个户口来 一查查得到你了 否则没户口 你就像到酒店一样的 我是谁谁谁 我来check in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师父曾经开示过 男女同修 喜欢一起做功德 但要保持距离 弘法都要保持距离 请问师父 男女同修之间 尤其是有家庭的 男女同修之间 如何保持距离 才算是如理如法呢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平时 这个女同修要在女同修在一起 不要两个人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在佛法界当中 就要视为不守界了 没有什么私下的话可以讲的 在大家一起弘法当中 只能讲弘法的事情 任何人只要谈家常 已经是出轨了 听得懂吗 明白 而且一个男同修 盯着一个女同修看 或者一个女同修盯着男同修看 这个已经是意念出轨了 你们边上人 实际上每个人都看得出来的 你们只要有几个佛 又看出来 有什么逆端 马上就要去跟他讲了 不要让他 等到很长 两个人真的有感情了 再去讲 你就害他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就平时要跟他讲了 不可以要守界 男女同修要分开 讲话任何人不能出格 讲任何一句笑话 那就是犯贱 没什么笑话可以讲的 你讲给他听干嘛 对不对呀 对 感恩师父 你就是说 男同修 大家吃饭 很自然的 在男同修在一起 女同修 女同修在一起 就是这么简单 度人的时候 看见小女孩 女同修上去度 看见男孩子 男同修上去度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没有什么客气的 不守界 好饭界 白修 最后全部下去 万恶什么为首啊 修得很好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是 好孩子 那个字讲得特别熟啊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是 师父在近期的节目里 提到了表现欲 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包括在弘法度人的过程中 都会碰到一些表现欲望 非常强的人 存在感非常强烈 特别渴望自己被认知 请问师父 这个是什么心理原因造成的呢 如果我们遇见表现欲望很强的佛友 相处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感恩师父 表现欲望很强的人 实际上他就是一种存在感 从心理学上让人家能够得到认可 一种存在感 觉得哎呀到哪里的我要跟人家不一样 听得懂吧 实际上这种人呢 他也不是一个坏人 能够帮助他 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要当心一点 怎么当心呢 就是尽量不要去刺上他 但是呢又要慢慢的有机会的时候呢 去度他帮助他 他如果把他的表现欲能够存在感 能够变得去度别人 他会讲得很好 他会很努力很积极 明白了吗 这样的话呢 这种人呢 他会成为一个学佛的骨干 但是呢 要跟他讲 人要学会低调 我们要不要功高我慢 对不对呀 就是有意的让他学 不要每一场 每一个事情都提他 都去讲他 都去成全他的表现欲 慢慢的让他学会放下放下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就是说可能因为有表现欲强的人 因为有一些自卑感 他经常觉得自卑 怕人家看不起他 所以他非常需要表现欲 所以当你一看到这个人非常愿意表现的时候 可能从心理学上来讲 psychology上面来讲 就是他非常的有一些自闭 自闭症的人 就是要鼓励他 让他能够有感觉 他能够做很多事情 可以鼓励他在学佛方面多努力 但是在一些名誉地位上 让他觉得不应该去追求 所以实际上还是要跟他交心 跟他交好朋友 他才能听得进你的话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请师父慈悲加持 我们阿拉巴马州共修祖 保佑我们弘法顺利 能够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 预祝2018年纽约万人大法会 圆满成功广度有缘 感恩亲爱的师父 我们爱菩萨 爱师父 祝师父法体安康 长久在世 弘法顺利 谢谢 把那个喇叭 往那边墙子里转一转 因为他们离话筒又反射 那个喇叭转过去一下 往墙壁这里 交紧去弄呀 往墙子里 好 可以了 否则他们的话筒 有回应的 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和沙 感恩师父 感恩法师及世界各地的佛友 我首先代表新西兰所有的佛友 给师父请安 现在有两个问题 我听到你讲到后来我要哭了 你声音怎么越讲越低沉 刚才听他说感恩师父 发体安堂了 我就有一点感动 现在 现在有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些同修很执着于自己的感应和一些无形的东西 过于依赖于图腾 以至于打不通 师父看图腾的电话 就会去问一些自认为修得好 能量强 能看见暗物质的师兄 并且他们的行为也影响到了其他的师兄 我们平时也会劝导这些同修 但是没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 请慈悲开示 首先要正面地劝导他 对不对 看图腾只是一个方法 但是真正的方法是自己好好地学佛的方法 学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对不对 你不要怕 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的 好好学佛 好好学佛 很重要 念经 每个经文都会解决你 化解你八万四千种烦恼 对不对 就这么跟他讲 他就是说去感应一下 你告诉他不要经常感应 因为经常感应的话 会招惹灵性 明白了吗 所以不能以这种来 哗众取宠 让大家都觉得他有能量 这样的话会助长他的功高 我们会让他丢失很多的本性 这个不容易的 听得懂吗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过路神 护法神 给你一些灵感 但是他 如果你不是一个过去生中 修得很高境界的人 或者你不是根基很强的人 你这辈子得不到这么多的能量提加持的 所以你不会一直拥有想看就看的能量的 听得懂了吗 所以就是跟他多讲一讲这些 也告诉其他人要正能量 多念经啊 菩萨会保佑你的 对不对啊 有时候你自己好了 就是一种感应啊 对不对啊 你今天这个事情很烦恼 突然之间你感觉到 一念经之后 菩萨保佑我了 哎呦我什么都顺起来了 你不是有感应了吗 你为什么还找人家感应啊 你自己就能感应就好了吗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有的自认为有能量的同修 一旦感觉到了某位同修 或者同修家里气场不好 他就会劝阻其他同修 不要去帮助这位气场不好的同修 并且还会用师父的开示 劝阻说一切随缘 或者说气场不好的同修 心不够沉 菩萨也帮不了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样解决 首先他出来的就是负能量 不愿意帮助别人就叫负能量 愿意帮助别人叫正能量 对不对啊 学佛人应该拥有正能量 就算他不好 能帮我们尽量帮 帮了真的有问题了 我们再随缘 你帮都没帮就不帮人家 你不叫随缘啊 你叫没有随缘啊 随缘度众啊 随缘帮助别人啊 随缘度众生啊 对不对啊 先要帮助他再说嘛 他能量不好 就是靠你帮助的嘛 他能量好了 要你帮助干嘛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新西兰共修组组的两个问题已经问完了 首先预祝纽约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 法系充满广度有缘 另外请师父慈悲加持新西兰哈密尔顿现在正在举办的首届素食嘉年华活动 哈密尔顿 好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 现在 心灵法门在全世界到处开花结果 每一个小地方都有 法系充满 华系充满 华系充满 师父你好 你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光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十一切 祝福菩萨及隆听父法 感恩师慈父 罗君洪台长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全世界的佛友们 大家往上好 弟子代表 意大利公修族 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 恳请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一 对于那些 现代的师兄 我们应该怎样 帮助他们 用什么方法 怎么去帮助他人 还有一些师兄们 修拼了 很多人说 他气场不好 不敢接近他们 他们也很苦恼 可是没有人给他们 指点米金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 去帮助他们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支点米金啊 那么你就好好地给他一些正能量 比方说这个人他自己修篇过了 找了同龄人了 或者自己怎么样了 这些人呢怎么帮助呢 第一呢 给他多一些看一些书 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 教教他 如果他对心灵法门 或者对团队有所伤害 那就不要叫他了 如果他没有在背后乱讲话 没有伤害到心灵法门 他只是在家里不愿意出来 那就多鼓励他 多帮助他 比方说有些共修可以教教他 一些活动可以教教他 但是重要的一些 那些很多的那个 共修会的一些活动 都不一定请他 明白了吗 因为怕他气场不好 影响到人家 这也是真的 一个阴气十足的人 的确会给别人造出伤害的 举个简单例子 你就是看个电视剧 里面团队是哭的 你一定会哭 全部笑的你都会笑 气场会影响的 这个人整天在你面前 发牢骚讲不好的话 你说你这种人跟他交朋友 你早点晚点跟他一样 也是整天发牢骚不开心 明白师父 为什么这么悲痛啊 说得太对了 我的娘哎 吃披萨吃得太多了 对不起师父 问题二 同修经常去买菜场 买鱼放生 认识的一位鱼老板 加了微信 今天跟鱼老板说 请他可以念大白酒 请问与老板白天在菜场里卖鱼 下午休息的时候 可以在摊位堵大悲咒吗 因为旁边有鱼头等等 还有他在摊位上卖鱼的时候 是否可以放大悲咒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你等于 人间的人还没度好了 你先到地狱去度那些恶鬼 你度得了吗 对不对啊 对 你先度好人啊 他这种在人间已经属于有杀业的人 已经不属于特别好的人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你怎么可以啊 这里一边在杀生 这边上翻大悲咒 你背不背啊 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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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了 听得懂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地址的问题问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地址的问题问好了 在此地址代表意大利公修组 祝愿这次纽约法会圆满成功 祝愿师父法体安康 弘法顺利 我们意大利所有的佛子们 恳请恩师 来年再来 此意大利弘法 弘扬佛法 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我们意大利共修组 一定会团结意志 感恩师父 法体安康 永住在世 感恩大家师兄们 师父 我们爱你 谢谢 他们很乖 意大利现在佛有多的不得了 他讲共修组了 真的很多很多人 都得很好 请讲吧 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 菩萨摩赫萨 感恩伟大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龙天护法 祝福菩萨 感恩前来祝援的大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再次要特别感恩 洛杉矶 纽约全体的义工们 辛苦 付出 他们很辛苦 很多餐饮组的 交通组的都见不到师父 他们都 他们都一天都没见到过师父 在洛杉矶 是 这次餐饮做得非常好 很好吃 感恩师兄们 好吃不啦 好吃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啊 我都发胖了 好吃是蛮好吃 端的东西 盐 盐大糖 气食 每个人在那里吃 人家罚款了 已经 对不起师父 加拿大温哥华 共修组 给恩师台长请安 今天温哥华有三个问题 想请教师父 第一 师父在白话法中 常常开始到常理法相 常理法相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人间的修为 不仅仅要离开自己人间的思维 还要离法的相都不能有 离人间一切相 这个离人间一切相 包含了离菩萨相 也就是像师父所说的 要见相离相 见法离法 心无挂碍 善恶俱不思 方正菩提心 善恶俱不思 听得懂吧 听得懂 对不起师父 讲下去啊 师父在白话佛法时中 也讲到 离一切相 你就自由自在了 这里的自由自在 是不是不仅仅指 心的自由自在 同时也包含了 师父所讲的 迷失人主法 勿失法由人的 法的自由自在 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是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 当一个人已经完全不知道 自己在做好事的时候 这绝对是个好人了 当一个人今天还想做好事 他是一个人 他在想做好事 他是一个好人 听得懂吗 这个概念 离法相 就是说你今天 已经渡过了这个法船了 已经用这个法船渡过了 已经渡到彼岸了 你这个法船就不要再背在身上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 就是说你该舍的就要舍掉 而且你做到一定的时候 你根本连相都不要有了 你根本连相都不要有 今天我想做菩萨 到最后想都不要想 你就是做了菩萨 你都不要说我是菩萨 你就自然了吗 一切进入你的八世田中了 一切都是自然所相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讲了 凡所有相 寄所虚妄 就这样 所有的相全是虚妄的 今天菩萨的相 你看到了菩萨 并不是真正的菩萨 所以佛陀教我们 你们不要看到我的相 你们就觉得 菩萨的相就是佛相 对不对啊 对 你要完全要见相离相 你把相 看到相 你都要离开它 就像你要看到人的本相 人的真实所相 明白了吗 明白 这你们说明你们学 还是学得很认真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 白话佛法很深的 不是哪个人都能看得懂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感谢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三 不两舌是十善业中 其中的一善业 佛经中也曾提到两舌 挑拨离间 造成僧团分离 是地狱治罪 当我们在实际修行中 往往在不经意之中 犯下了两舌 或挑拨离间的重罪 很多师兄对此也不以为然 有的时候甚至肆无忌惮 敬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两舌的恶果 即在修行中 我们应该如何注意 想一想就知道 念经靠什么了 嘴巴呀 对不对呀 舌头啊 那你造恶业呢 是不是舌头啊 嘴巴 是 那你念经菩萨能听到 护法神能听到 能帮助你 那么你造业呢 菩萨听得见吗 听得见 好了 这不一样啊 所以造了很大的业了吗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造了很多业 为什么照样能够上天呢 因为他后面修得好啊 他削业了 他不停地在努力啊 对不对呀 当然是你现在学了佛之后 你还在造业 那就叫造大业 叫造现业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造业 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说你现在不能造口业 你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念礼佛 但是你现在学佛之后明理了 开悟了 那你现在还在造业 那么你就会有这个下地狱之罪了 可能就是说你的业障特别重 你以后可能就算修得再好 你也不能超脱六道 你可能只能在天道啦 阿修罗啦 或者会人道啦 轮回 明白了吗 明白 感谢师父慈悲开示 冯国华共修组 所有的三个问题问完了 最后预祝师父 纽约大法会圆满成功 最后最重要的 要祝师父身体健康 多多休息 多多锻炼身体 有一个好的身体 才能鸿法度重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谢谢 我也是运动员 身体没运动 但是我嘴巴运动 叫口腔运动员 师父 你好 感恩南母大师大悲 观世菩萨摩和沙 感恩十方一己 祝福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我我理他的恩师 鲁台长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西班牙巴士罗拿 共修所向师父请安 敬请师父 请教一下三个问题 敬请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一 有一位师兄 平时嘴巴不会有味道 只有参加法会和素餐 以及观音堂开关 都会有厚厚的食胎 并且嘴巴还会有不好的味道 是肝活大 还是意涨引起的呢 这位师兄非常无脑 请师父 慈悲开示 这位师兄平时不搞活动的时候 天天到观音堂来不了 还没观音堂 不是啊 他平时跟你们大家接触不了 不活动的时候 对 接触比较少是不是 多 也蛮多的 蛮多的 平时有味道不了 平时有 肠胃不好呀 口腔有味道吗 肠胃不好呀 不消化呀 里面不消化 接的东西接在肠子里呀 他反汇的啊 反汇出来呀 你想想看 你要是肠胃不通顺 对不对呀 便秘呀 你马上口腔就有味道了 听得懂了 听懂 感恩 还有没有叫多刷牙咯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拿一个干的茶叶 嘴巴里嚼一嚼啊 至少可以保存 保存你四五个小时 嘴巴没有这种味道啊 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 直备开始 像这种跟那个业障 不一定会有直接关系 因为现在人的肠胃吃 昏的东西太多 很臭啊 你想想看你这种肉 你冰箱里不放 你说放几天之后臭不臭了 你放在肠子里 你说臭不臭了 听得懂吗 听懂 他是吃全素的 吃全素吗 但是过去呀 已经把肠胃吃坏掉了 明白了吗 如果你说他有业障的话 就是前世造口业呀 这辈子才会嘴巴有味道呀 但是绝对不是全部都是的 碰到嘴巴有味道的 你都说人家前世造口业 那你又造口业了 听得懂吗 听懂 听懂 门铃啊 听懂啊 好了 问题二 有师兄在观音堂念礼服时 现在已经让完 值班师兄需要密邮灯 师父要等这位师兄 念完礼服密邮灯呢 这位念礼服的师兄 可以在没有仙的情况下 继续跪在那里念吗 还是重新要上新仙 再念礼服呢 请师父 十倍开始 人家念到一半 你不能密邮经 听得懂吗 听懂 你人家已经念到一半了 就让人家念完 你再密邮灯 听得懂吗 听懂 如果已经灭掉了 你就让他在那里 重新念就好了 也用不着你密邮经 听得懂了吗 听懂 对不起师父 我忏悔 忏悔什么 讲不好 讲不好 这不算什么缺点 感恩师父 是的 问题三 有位师兄的先生是西人 因大部分时间在观音堂 家里的福台 晚上基本上有西人先生代替 这位先生是比较乐意的 唯独的没有贵伴 这么做如理如法吗 请师父 慈悲开示 你这先生很好啊 天天帮他烧香还不好啊 他在外面做功德 他在家里烧香多好啊 说明他有福气啊 对不对啊 我想起一个故事来了 稍微跟这个有点 有个笑话 稍微跟这个有点 有点关系的 说有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神父 西方教的神父 他说他他他他过世了之后 他上天了 上天之后呢 他们天上那种神啊 把神看见他也没特别欢迎 好像啊上来了 就在边上 结果过一会儿呢 来个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上来了 出租车司机上来了 那个护法神看见 哎呀 小孩想 就想welcome嘛 你来啦 就对他特别可以 这神父就说 我在人间做神的工作 你对我怎么这样 他开出租车司机 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他就问他了 你为什么这样啊 那个护法神就 天上那种 西方的那个护法神就告诉他 你说你是神父 你在上面一讲法 下面人都打瞌睡 睡着了 你看他是出租车司机 他一开车 就叫人家就叫上帝了 还听不懂啊 开得太快了 一开门就 上帝啊 就让他不要闯祸 就说这个意思 就是说人家在家里 说不定那个西人 越修越好 天天念经 天天他帮着他点灯 说不定他都上天了 那个老婆在外面 说不定都没上天了 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懂 就是他没有跪伴 这个 有什么关系啊 感恩师父 每个人的信仰他不同 但是他能够尊敬 他能帮他点灯 他就点亮新灯嘛 看见了 点灯看见了 我们的问题问好了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及诸佛菩萨 祝师父法体安康 永驻在世 预祝纽约大法会 圆满成功 我们会团结一致 跟着观世音菩萨 和师父的弘法脚步 好好修心 管极善良 管斗有良 师父 我们爱你 再次请求师父 慈悲加持我们 八十楼大的师兄们 为第二次素餐宴会 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很努力啊 每个孩子都很努力 真的不容易啊 每个都是一朵莲花 师父好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师父 美国科州科全共修组 有三个问题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一位同修 如果经常做参加法会的梦 但在梦中 总是忘记 少带一件行李回家 请问师父 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漏呀 功德有啊 有漏 明白了吗 明白 他参加法会就是有功德 但是他总是忘记 少带一样东西 可能是有漏 叫他一定要注意口业啦 或者声业啦 或者意业啦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问题二 师父曾开示 寡言养气 寡士养神 寡思养精 寡念养性 请问师父 这些是专指人间的一些俗事吗 如果要弘法 广度有缘众生 特别是共修组里 特别积极弘法的同修 他们每天恐怕都要想很多 组织很多弘法活动 尽量争取度更多的有缘人 解决弘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和讲很多话 这些师兄 该怎样能更好地培养精气神 寡念嘛 想的是人间的念头呀 明白 听得懂不啦 菩萨的念头 谁叫你少想的啦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境界不同 所以造成了环境的不同 境界的不同 造成了人的 这个每个人的根基呀 还有你弘法的理念不同 所以不要混在一起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明白 问题三 一位同修在法会结缘了南京菩萨 观地菩萨和太岁菩萨的菩萨像后 当时把菩萨像放在了一个 结缘书记处给的红色塑料袋里 然后把这个红色塑料袋放在背包里 而背包的另外一层放的是 换洗下的内衣 放置的时间大概差不多一个晚上加一个半天 他才想起来这样不好 然后赶回酒店 赶快把菩萨像从背包里拿出来 当时在法会建成 所以立刻针对此事念了礼佛 哎 这个不要去讲啦 这么长 这个都是自己心呀 只要你心到了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直接碰到污水啊 脏的东西啦 这是意念当中 我尊敬菩萨不能这么做 其实你一到菩萨就给你很多的加持 实际上菩萨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 只是你的心一定要在乎 明白了吗 好了 感恩师傅 就是他菩萨像还是可以用的 是吗 可以的 没关系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傅 预祝十四日的纽约大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感恩 感恩师傅 师傅好 给师傅请安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 三世祝福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法师们 世界各地的御公和佛友们 约点共修组有三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第一 多年前在庙里实验求姻缘子女 实现后 不真实打掉了投胎的婴儿 虽已经还愿忏悔 还是家庭依止不顺 也没有孩子 如何改变 如何改变 余活改变 改变什么了 这是同修的问题 我说改变什么了 打掉一个孩子干嘛呢 我问你啊 刚刚我没听清楚 就是说 多年前在庙里许愿过 就是求姻缘子女 实现后了 又把它打掉了 实现后了 不真实打掉了投胎的婴儿 那不好的 那当然有业障了 第一打胎孩子有业障 第二造口业了 跟菩萨讲妄语了 他一定会有问题的 第二个都不会好的 出来就是讨债鬼了 明白了吗 好了 叫他赶快念礼佛 这里说虽已经还愿忏悔 还是家庭依止不顺 也没有 肯定的 他跟菩萨撒谎啊 乱求啊 怎么可以啊 还愿怎么还的都不知道啊 你以为他认为还愿就还了 开玩笑了 他自己在菩萨面前许个愿 说我还愿了就可以了 肯定不行的 明白了吗 好了 第二个问题 吃素前没有头晕眼花 吃素后有时头晕 眼睛有时候看不清楚 是否是吃素不当 还是本身的业障 一直念小房子 但没什么特别改善 请问如何快速解决呢 快速解决 叫他念小房子 针对某一件事情 而不要好像积累 自己的那个功德 就是好像做储存一样的 就直接指我某一件事情 像他这种头晕眼花 吃素的话 是他心里感觉 我们这么多人吃到现在 你们头晕眼花不了 那好了 他不自己心里问题啊 哎呦我吃素了 哎呦 你不信了 人都有这种意念的 你跟他说了 对不对啊 人家说了 你刚刚喝进去一杯东西啊 哎呀 刚刚那杯东西里边 有什么什么东西 哎呦 哎呀不舒服了 哪有啊 跟他说 刚刚不是这杯 是另外那杯的 哎呀 感觉蛮好嘛 没有嘛 人不就这种感觉啊 活着的 听得懂了吗 你叫他好好的 多吃点就好了 周晕眼花吧 吃的太少了呀 多吃啊 香菇蘑菇 豆腐 豆腐皮 好了 第三个问题 有朋友推荐 推荐说 放财神爷的头像 做手机 手机 闭子 每天看着会转财运 而且他说有效果 这样的说法 是否如理如理 你说尊敬财神爷不啦 一会儿电话来了 财神菩萨来了 嘴巴里讲的 都是乱七八糟的 哎呦 一会儿股票 一会儿不要去理他 骂人 好了 你说说看 财神菩萨保佑他 把财神菩萨 放在耳朵边上啊 你说尊敬不啦 你说我们 把菩萨放在哪里啦 行动 放在心上 对不对啦 他放在耳朵边上 讲话 我告诉你 凡是拿手机 菩萨出来的 都给人家看的呀 我们把菩萨放在心里 你看得见不啦 我们心中有佛呀 明白 把菩萨 财富菩萨放在这里面 就有财运啦 那以后每个人出来 都把财神菩萨 顶在头上好了 我看看你有没有财运啦 谢谢 中六合彩的时候 每天头上顶一尊 财神菩萨好了 你看有几个人中到的啦 不当心摔一跤 中了 倒不是中了 脸肿了 讲下去啊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欲电供修祖 预祝纽约大法会 圆满成功 法使充满 祝师父 法体安康 永住在世 广度更多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感恩世路 俊红台长师父 感恩法师们 感恩义工们 感恩佛友们 弟子代表 费城共修主 有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一位同修 想设佛台 但是他先生姓印度教 家中也设有印度教 的佛台 拜得神坎 神坎 神坎 请问该如何 如理如法的在这位佛台家设佛台 还有什么注意事项 感恩师父 家里大一点分开 一间房设一个 绝对不能放在一个房间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同修的佛台后面是邻居家的卧室 但是卧室的床并不是靠着佛台后面这堵墙 邻居串门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 说每次同修早上请香拜佛的时候 刚好面对着他们夫妇 而他们夫妇在睡觉 这样觉得很不舒服 同修佛台的背景墙 由贴佛台背景化 请问师父这样设佛台是否正确 当然不好了 当你知道隔壁是睡房的时候就不好了呀 人家当然不舒服了 你从天天冲着他磕头 他帮你背叶 他睡在那抽筋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最好避免这些事情 会很不开心的 他看了之后他会不舒服的 明白吗 过去有很多其他的法门 人家其他的宗教在我们澳大利亚 他家里的神台就对着我们华人的 他家里整天倒霉了 明白了吗 他有一天 他学了心灵法门之后 他知道这些事情了 他有一句看一看 跟我们家有没有关系 他结果他就一看 他们家的睡房 隔壁就是他们的神台 所以他每天隐隐隐隐 要听到那些唱的那些东西 不对了 有问题了 听得懂吗 不一样的宗教 不一样的法门 得到不一样的效果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第三个问题 儿童佛学班 一些比较有智慧的小佛友 有时候提出一些 关于佛学上的问题 而老师们回答不出来 能否跟他们说 问了卢爷爷 再回复他们呢 那这种叫老师啊 这老师要开除 小朋友回答的问题 这个同学都回答不出 还要找楼爷爷 楼爷爷不是经常来的了 你叫他们以后 拿一点白瓜婆法的 他们马来西亚新加坡 他们经常有 孩子那种读书班 他们有那些资料的 就拿那些资料教他们 也有回答问题的 听得懂吗 好了 就用不着 楼爷爷来忙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感恩大家 预祝师父 纽约大法会 圆满成功 我们一定会 齐心协力 请师父 把体安康 永久注释 感恩师父 我们爱你 让我们以日历的掌声 感恩卢君洪台长的 精彩开始 我GHT是 声签 祝200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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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